接牌 部落主人带来精彩的歌谣演唱 这是行政院园民会为了要扩大原住民老人全面关怀照顾服务 从原本设置的80站之外 特别增设的19站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间关怀站 7月1号在高雄市山林大爱园区老人日间关怀站举行接牌仪式 渡位区的老人也逐渐的争夺 老人化的结果也跟一般的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是需要我们远民会跟大家的爱心来推动 老人带来热情的健康操 以活跃的心情参与盛会 未来山林大爱园区老人日间关怀站 将着重部落文化历史等记录与传承 除了可以透过老人在传统知识获得更完整的收集外 关怀站更提供在地原住民老人 预防性 关怀性以及连续性的照顾服务 达到部落老人就地安养的部落照顾的目标 让部落老人活得快乐 健康有尊严 接着我们定高雄市三菱采访报导